今天是星期一 3月27号 今天本来是上课的 我没有去上课 然后你看 我刚刚结束完一个callback的 Zoom的callback 就是刚刚跟在东部的导演和 casting director 还有producer 一起见面 就是同样的那个scene 我们再做了几个take 那这个是我经纪人帮我審命的一个feature film 而且这是第一次被callback 就是等于说我已经是 经纪人给我发了很多个audition 很多很多 应该不是很多个是很多 起码几十个吧 就二三十个肯定有了 那这是我第一个拿到的callback 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挺重要 一个是第一个callback 然后第二是这是一个feature film 所以的话就还挺重视的 然后因此它的时间也刚好是12点50多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上课 那我就今天就在一早就 其实昨天就开始在准备了 把这个剧本上一次又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又再把这个人物重新捋了一下 然后再看了一下之前的视频 一遍一遍看一下 看一下问题在哪里 然后把这个词也就走得更顺一点 然后进而就我更加能够去进入这个角色 去更加没有去没有那种表演的痕迹的来去表现 那同时也发给了我的经纪人 然后也发给了我的朋友去给我点评 为这次做准备 等于说是昨天他们就给我反馈了 告诉我哪些地方是ok的 哪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 那我现在就是得刚刚做完 希望还会有结果啊 不管怎么样 就是做完就做完了 如果有再一次通知我说 还要再试或者说确定cast我的话 那我就特别开心了 anyway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ok ok 今天跟大家汇报到这 拜拜 这是我的studio 我做那个self tape 你看我这边是用一个手机 然后这两个灯 然后我的背景是灰色 然后会站在这个位置 大概我给导演看到的样子是这个样子 然后左右在中间嘛 然后最近有朋友跟我建议嘛 就是他在做拍self tape 或者是这种视频的时候 你要把镜头尽量的放高一点 这样的话你往前走的话 也不至于投出去了这个画面 如果太低的话 我再往前走就出去了 然后如果高一点的话 我往前走的话 我还是我的脸都还是在这个屏幕里面嘛 ok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拜拜